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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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你喊多久都是白费力气哦 呃 原因比较复杂 可以先不绝修嘛 啊 好过分 你是被霸凌了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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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那么严重 我只是想让人帮我找一下我的帽子 只是帽子而已 那为什么要躲起来 哦 我懂了 你的头发是不是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明白了 原来是这样啊 嘿嘿 难怪你不愿意见人 帽子对吧 我们马上就去帮你找回来 它长什么样呢 感觉你们误会了什么 但是 哎 算了 只要能把帽子找回来就行 那是一顶带岩的软帽子 棕色 样式比较普通 大概就掉在入口的升降平台附近 因为有点热 我取下帽子休息了一会儿 回过神来它就不见了 呦 拜托你们了 帽子对我很重要 我就在这里等你们回来 放心吧 去去就回 实在不好意思 麻烦你们了 请尽量快一点 嗯 这里没看到 我们去其他地方看看 不在这里 好像找起来 水里也没有 还以为会被吹进去呢 不知道掉到什么地方去了 也对啊 不想被人看到秃头的话 只要有帽子遮住就好了吧 我们可以去破烂骨头上店看看 我印象中那边杂七杂八什么都有 你怎么知道我在盘算什么 你越来越不好对付了 走吧 先过去看看再说 你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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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 ring航了 你越来越界越来越来越战 可能我认为她越来越冲 culturally越称越前叶导 是传组的 诶 我怎么记得这里的老板不是你来着 埃尔瓦德大哥去进货了 这时候一般就让我来守摊子 等一下 金发的外国人 加上一只会飞的白色姜饼人 你们就是传说中的旅行者和得力搭档派盟吧 对 不对 半队不对 我是想说我不是什么姜饼人 我是得力搭档派盟 抱歉抱歉 直到现在才有机会一睹真容 太激动了 要是有什么说错话的地方 还请多多担待 不要跟我这样的小人物计较 也没必要一下子这么客气 我只是吐槽而已 你们在伊犁耶岛做的那些事 早就传到梅洛比德堡了 前段时间听说你们来到了这里 还被公爵大人亲自接待 我们都羡慕得很 现在谁都知道你们是公爵大人身边的红人 都希望能解释一下呢 与其用谎言来拍马屁 我觉得还是坦诚一点比较好 当初我就是听说埃尔瓦德大哥 好像和公爵大人关系不一般 才主动说要来帮他看店 结果这么就过去了 公爵大人我没见过两次 倒是和大哥成了很好的朋友 谁做事还没点目的了 但目的是否能实现 也不能强求嘛 所以你又看上我们了 一马归一马 能碰见你们 本来就是我的荣幸 对了 你们想要什么 没问题 还有其他的吗 随便挑吧 不用担心特取卷 都由我来买单 那怎么行 太不好意思了 哎 反正大哥也不发我工资 每次就让我挑些 看得上的东西带回去 我最近也不缺什么 不如送给你们 交个朋友 那 那我挑挑看吧 真的不再选一点吗 这种机会很难得哦 不用了 这样就够了 占便宜和随便拿布一样 还是占便宜更开心 算了 聊这个话题就太复杂了 那个人还在等我们呢 下次再和你科普拍谋心理学 谢谢你 那我们就先走了 好的 谢谢辉顾 记得在公爵大人那里 给破烂骨头商店一个好评哦 这种要好评的方式 真狡猾呀 花了挺多时间 希望箱子里的人没有憋坏 证天汉地 出来吧 我们把帽子带回来了 真的吗 太谢谢你们了 我这就出来 什么嘛 你不是有头发吗 还这么浓民 哎 我就说你们误会了 不是那么回事 等一下 这个不是我丢掉的那顶帽子啊 因为你说的那顶帽子实在是找不到了 所以我们去买了新的 哦 原来是这样 谢谢你们 但很不好意思 对我来说 不是原来的那顶帽子就不行 因为有什么纪念意义吗 这个 抱歉 我一解释不清楚 时间很紧 我再去周围照照看吧 帽子的话 我刚刚在下面捡到一顶 这是你的吗 光绝大人 哦 是莱奥斯利 有一阵子不见了呀 啊 今天没什么事 就到处巡视一下 我办公的地方虽然宽敞 但待久了也难免觉得闷 你们还是老样子 只要有人需要帮忙 无论事情大小 都不会拒绝 这就是冒险家的精神嘛 都想让他们到梅洛彼得堡 开个分部了 对你们颜帽会来说 帽子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吧 这可不能随便乱丢 不然下次 估计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 明白了 非常感谢工绝大人 那 那我先走了 我 我先走了 好怪的人 完全搞不懂 他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吗 怎么看到你就像丢了魂一样 怎么会 恰恰相反 颜帽会的人从不惹是生非 工作态度积极向上 很让我省心 他的话 我想只是比较内向吧 突然看到我 估计有点紧张 内向 还有内向的罪人吗 地面之上有千百罪名 犯罪者亦有千百动机 罪人 只不过是一个归类标签 无论是邪恶 还是暴力 还是自私 都不足以描述复杂的人性 他是什么样的人 又为什么会定罪 不去了解他的故事 就无从得知 有道理 反正只要你不在乎就好 虽然绝大多数的邦会 只是让罪人间的斗欧 变成群欧而已 但颜帽会 的确是在尝试一些 比较新鲜有趣的事情 你们现在有时间吗 不妨随我去特许食堂 坐一坐 正好我也想和你们聊聊天 在那之后 如果感兴趣的话 我还可以带你们去 颜帽会的休息处看看 我对那个食堂 没什么好印象 不过反正也没事情做 那么请随我来 这不是公爵大人 还有旅行者吗 欢迎来到特许食堂 需要今天的福利餐吗 不过公爵大人 应该提前打个招呼 超豪华福利餐 今天可是一份也没有做 那我就不用了 你们呢 我 我也不要 我宁愿把肚子留给更好的 真可惜 看来我们都欣赏 布莱维尔赛你的手艺啊 那只能请公爵大人 想想办法 多给我安排点食材种类 这样 我才能开发出更多套餐啊 不需要食物的话 我给你们上几瓶饮料吧 都是刚到货的好东西 这个还不错 原来你这里不只有福利餐呀 一般人可享受不到 这是公爵大人 和你们的独家待遇 我就喜欢独家待遇 那给我两瓶 我很能喝 好嘞 稍等哦 之前的见面略显仓促 后来又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 一直没有机会和你们聊些私人话题 我是个很喜欢听故事的人 之前听说了你们在风丹的种种事迹 很想听听真实情况 你要聊这个可就有得说了 不错不错 既有勇气投身危险的事件 又有能力全身而退 这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的 要不是你们有这样可贵的品质 我可能根本没有机会 与你们二位结识 感觉你一直在剪好听的说 之前那个卖帽子的人 明说想要巴结我们 但你是这里的公爵 没有理由这么做吧 毕竟你们也帮助了梅洛比德宝 让我能继续在这地方自娱自乐 只是出于单纯的敬佩 表达适度的赞扬 难道很奇怪吗 原来如此 是信任感的原因呢 没办法 谁让我的故事不值一提呢 我很早就成为罪人 被扔到了这里 摸爬滚打很长时间之后 才当上了这里的老大 手段也是多种多样 有黑有白 只不过在这个地方 没有罪佳一等 只有圣者为王 怎么样 就算知道了这些 也不能提升信任感吧 也是啊 你和我们一路上遇到的人 都不太一样 在这点上 我也有自知之明 不过这也不影响 我对你们另眼相看 我很愿意把我们的 友善关系保持下去 公爵大人 按照你的指示 我们果然在货物堆里 找到了一箱 未经报备的违禁品 东西隐藏得很好 对方已经不是第一次 做这样的事了 货物的源头 我们正在追查 好的 有进展及时通知我 东西留下 先回去吧 是的 公爵大人 抱歉 我都差点把这件事忘了 违禁品是什么 不会是很危险的东西吧 应该不是 一般提到违禁 往往是想要 偷偷运进来的货物 所以人们很多都身怀绝技 就算很普通的东西 也能玩出花来 所以在物品管理上 需要格外注意 让我看看 嗯 和预想中差不多 哇 有摩拉 小零食 毛线团 绳子 机器零件 还有宝石 收获好丰富啊 等等 既然被你收缴了 也就是说 这些东西现在都归你所有 嗯 不然也没别的处理方式 那不是赚风了吗 哎 你要不要也搞个公爵来当的 哦 我们刚刚才达成了和平意向 现在就要抢我位置了 没想到你会这么喜欢 那这样吧 这里你随便挑一个东西 算我送你的礼物 真的吗 随便一个都行 你可不要反悔啊 我下手超狠的 我怎么会用这种事开玩笑 那我看看 就它了 这个黑黑的宝石 一看就是高级货 我不要了 我不喜欢这个 换一个吧 这个石头很奇怪 拿起来之后 我就想起来很多不开心的事 控制都控制不住 什么讨厌的想法都往外冒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不对劲 是这样吗 我来试试 派蒙说的没错 我也看到了一些 不是很愉快的回忆 没关系吗 这种体验真的不算好 原来如此 那你来试试吧 我想它对身体应该没有坏处 怎么样 你也看到了什么吧 这个宝石就由我来保管 之后我会好好调查一番 派蒙选个其他的东西吧 那 算了 我不要了 本来想选小零食的 现在都有点不敢吃了 有道理 保险起见 还是把整项东西全部销毁吧 正好 饮料喝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 我带你们去盐冒会看看吧 我来为你们介绍 顺便我们还能继续聊聊天 你不会平时每天都这么闲吧 你才发现 我们第一天见面时不也这样 接下来 公爵大人您好 我与言冒会的各位在此处恭候多时了 这边的两位是您的客人吗 我来介绍吧 这位是言冒会的会长杜吉耶 这里是他们的休息处 言冒会在这里提供各种饮料和点心 也有种类繁多的书籍可供取约 他们还会不定期地举办活动与演讲 每到这样的时候这里总会热闹非凡 公爵大人过奖了 我们只是参考了同号协会的形式 在梅洛比德堡也组织了一个类似的团体而已 因为大家刚来这里的时候人生地不熟 难免会觉得无助与孤独 我也经历过那种时期 我就在想 与其在这里也像过去那样浑浑噩噩 为什么不让大家有机会改变呢 在公爵大人的帮助下 言冒会就这么成立了 还有你的事呢 说得这么夸张 其实我只是按照流程通过了审批而已 你们应该也有点熟悉这个地方了 大部分人还是自由散漫 不情不愿地度过每一天 但对于真心忏悔想要改变自己的人来说 我觉得言冒会是个很好的选择 是的 互相监督 互相提醒 不仅能改变精神状态 还能交到新的朋友 组织的运营 全靠成员自愿捐助的物品和特许券 包括这里大多数的东西都是这么来的 居然在梅洛比德堡会有这种地方 对了 为什么是言冒呢 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只是我觉得组织需要一个祭典嘛 如果在言冒会的生活 让人特别快乐与自豪 那么这顶帽子也是令人自豪的象征 大家聚集在一起 看到同样的帽子 成员们也会有更强的归属感 乐观 勤奋 互相帮助 追求新生 我希望这顶帽子 能向梅洛比德堡的人传达我们的态度 简单来说 看到这顶帽子 就会联想到优等生的形象 这也有利于他们招募新人 公爵大人说得是 当然也有这方面的打算 我们别站着了 先过来坐吧 我让他们准备几杯饮料 请稍等片刻 两位客人如果好奇的话 也可以四处看看 对啊 难道不是顺便过来看看吗 哎呀 被逮到了 看来不能忽视冒险家的眼力 下次做坏事时得引以为见 开玩笑的 我们只是商量一些小事而已 不会花太多时间 这里的情况刚刚也简单介绍了 比起我继续讲解 还是亲眼看看更有意思吧 怎么感觉让他把话绕过去了 算了 我是没什么所谓 嗯 见识一下优等生的休息处 哎 新来的 啊 啊 叫我吗 没错 像我一样神呼吸 然后把所有的声音都放出来 这是我每天为自己打气的办法 我还有好多朋友都觉得他很管用 把疲劳 压抑和不愉快 都用这种方法丢出身体之外 这样就能精神抖擞地迎接新的一天 你们也试试吧 保证管用 不 不了吧 还害羞起来了 没关系 只要记住我教你们的方法 总有一天能用上的 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深呼吸大声喊出来吧 哈哈哈哈 欢迎光临颜茂会的休息处 有什么需要我讲解的地方吗 我们就是随便看看 没关系啦 哈哈 这么说没错 我的工作就是为新加入的成员 介绍颜茂会的各种设施与福利 相信会长已经做过一些介绍了 我再来补充说明一下吧 除了各位所在的休息处 我们还设置了娱乐室 保健室 自习处等多个房间 每一位成员都可以自由使用 充分享受工作之外的自由时间 听上去挺不错呀 你们有餐厅吗 这样就不需要吃特许食堂了 抱歉 这个没有 生活方面的支持还是由公爵大人全权负责 不过 我们和特许食堂也有合作 可以借用他们的厨房进行简单的烹饪研究 对啊 能加入这种地方的话 熟作的日子也不会那么难熬了 嗯 这也是会长创立颜茂会的初衷 我们都认为加入这个组织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 嘿 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啊 你们好 你们是公爵大人带来的客人是吧 我正在整理书架 你们想看看吗 除了一些经典书籍之外 这里有很多书都是颜茂会成员自己写的 是的 大多都是日记形式 记录自己在颜茂会逐渐产生的变化 有人借了酒 有人学会了裁缝 有人练出了一首好字 就连我也学会了怎么留影 我们都开玩笑说 要是在地面上 这是一辈子都不可能花时间去认真做的事 因为空闲时间变多了 不只是如此 以前我们都没有什么尝试新东西的想法 活着就已经很累了 但在这里 公爵大人和会长把我们的生活安排得紧紧有条 我们只需要思考想干什么 如果不尝试 怎么知道自己有什么长处呢 而且在这个地方 无论摆弄什么 都不会有人用世俗的眼光指责你 因为也没必要合群嘛 听上去像是个避风港 是啊 也不是每个人都擅长体力活 或者喜欢打架 有言冒会 真是帮大忙了 正好这里我也打扫完了 你们想看的话就随意拿取吧 哦 要记得原位放回哦 好啦 放心吧 总算是聊了一圈 感觉大家的状态都很不错 难怪莱欧斯利对这个眼貌会赞赏有加 哦 好像他和杜吉耶也聊得差不多了 我们回去看看吧 好的 公爵大人叮嘱的这些事 我一定照办 嗯 那我没什么要说的了 哦 你们回来了 感觉这个地方怎么样 你们的评价也会影响我对眼貌会和杜吉耶的评价 哎 之前没听说过还有这样的评价关系啊 没关系 我对目前的发展很有自信 我觉得还行 但我很意外 没想到会有人在梅洛比德堡做这样的事 这个 确实 只凭这些可能是有点轻飘飘的 嗯 这里的罪人性格迥异 内心的需求也完全不同 这种需求就是一头凶猛的野兽 如果无法正视它 它就会因饥渴而狂怒 犯下恶行 而喂饱了它 它就会回归平静 甚至是为人所用 所以在我看来 学会和内心相处 是走上赎罪之路的第一步 公爵大人说得太对了 在言冒会成立之前 我见到了太多应自我而苦恼的人 相信公爵大人也看在了眼里 才会对我现在的做法表示赞许吧 我还以为大家每天工作和打拳也挺开心的 对有些人来说 的确是在享受这样的生活 而其他的人 就是在用这些事转移注意力了 说起这个 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 公爵大人 偶尔也会去打拳的 你会亲自上吗 不会带着你的硬邦邦大拳套吧 基本不用吧 这不是那个丢帽子的人吗 你也回这里休息了呀 你怎么了 不会是已经把我们忘了吧 生病了吗 看你脸色不太好的样子 没有 谢谢你们帮我找的帽子 我 抱歉 我先走了 他还是这么奇怪 唉 虽然我已经有点习惯了 陆琪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我也不清楚 他平时就有点怪怪的 等会儿我去问问吧 毕竟我作为会长 没能及时帮助遇到困难的成员 那也算是我的责任吗 那就拜托你了 我们刚刚聊到什么地方了 对 可能你们觉得我在开玩笑 但在那个地方 大家都会用出真本事 火器一上来 场面就会失控 我的拳套 大多数时候都用来维持秩序了 不只是拳套 这副手铐 也经常派上用场 那个不是讨人烟的宝石吗 你怎么一直待在身边 因为比较特殊 我就待在身边了 放在包里的话 好像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影响 哎呀 你们几个 快帮公爵大人捡一下 是 是的 这个宝石的光泽好漂亮 希望没有摔坏 麻烦公爵大人检查一下 嗯 看上去没什么问题 对了杜吉耶 你以前见过这种宝石吗 没有 看上去就是高级货 和我这种人 没什么缘分了 哈哈 也对 事情也谈得差不多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旅行者之后还有别的安排 啊 好的好的 各位慢走 我送你们到那边 见到两位是我的荣幸 以后还希望你们能常来 公爵大人也是 祝您一切顺利 嗯 你也一样 接下来我们没什么安排啊 你为什么突然说 怎么样 在看完一圈之后 你们能给阎茂慧什么样的评价呢 嗯 要我说的话 挺好的呀 你不也一直在夸他们吗 我不太记得你说的是什么了 总之就是 他们能用积极的方式面对新生活 对吧 不过他们如果做得太好了 是不是就不会听你的了 哈哈 是有这样的可能 但在现阶段 有一个能以这种方式帮我管理罪人的组织 可以减轻我的工作量 顺便我也想看看颜茂慧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 杜茂也接下来还有什么想法 我对此很好奇 然后 我注意到了一些轻微的异想 异想 我相信旅行者已经感觉到了 我就知道这一定难不倒你 整件事比较复杂 晚些时候我再和你解释 只能说 目前的情况 在意料之外 本来我打算不声不响地处理 可是现在 不得不摆到明面上来 很难说接下来会如何发展 这又是怎么回事 趁这个机会 你们再回一次休息处吧 就说有东西望在那边了 要是我的推断没错的话 杜茂现在应该已经离开了 没有会长在那边盯着 成员们的反应 很有可能给你们一个惊喜 你就不能直接和我们说清楚吗 这可是风担最流行的做法 调查取证 以真相进行审判 我太久没有看歌剧院上演的节目 竟然有些怀念 原因之后我再解释 现在可谓饥不可施 如果颜茂会的人都离开了 可能就什么都问不出来了 那你留在这里干什么 是啊 我干什么呢 要不然去打一场拳吧 你真就无所事事啊 好像真的和莱奥斯利说的一样 肚脐也已经离开了 你刚刚说感觉到气氛不对劲 这样的话 你就按你的想法试探一下吧 我会尽力配合你的 你们是 不好意思 我们突然发现有东西不见了 想了想有可能掉在这里 回来找一下 那我还没看到吗 啊 都没看到吗 没看到的话,我们就自己找一找 你们也不用担心,我们会和莱奥斯利说什么 那,那我去通知会长 不需要啦,找个东西而已 为什么要专门告诉他 我们找找看,应该没有关系吧 喂,你好,你好 你们好,有什么事吗 颜冒会的设施齐全,福利良好 你们都已经了解过了,别的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对不起,对不起 我是说,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 喂,大哥子 你,你要干嘛 这不是你和我们打招呼的方式吗 先声呼吸,然后大喊 对啊,你学得很快嘛 可能是吃了点东西,有点困 呃,我也不是随时精神都那么好 找东西是吧,我想应该就在附近 对,虽然我也没看到 你还在整理书架吗 嗯,抱歉,现在不能看 倒是也没打算看了 不过刚刚你不是还很热情吗 抱歉,抱歉 你们回来了,休息处的情况怎么样 刚刚在场的,都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哼,这正好能够印证我的猜想 所谓颜茂会的异象 就是这些成员偶尔表现出的惊慌失措的状态 对啊,我们在休息处见到她的时候 她也显得特别惊恐 嗯,应该说一开始遇到她 她担心帽子的状态就很不正常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拿走她的帽子 原来如此 原来是你啊 因为我想知道背后真实的原因 绝非杜吉耶所说 只是某些成员的精神状态不稳定 刚开始不久 杜吉耶为我做了很多惊喜的准备 虽然现在看来 她的表演欲望有点过剩了 那既然你觉得不对 怎么不一声令下 把颜茂会的人都抓起来 公爵想干什么 不需要讲道理吧 看起来你比我更适合当这个公爵大人 我都想把鞭子交给你了 可是啊 鞭子不只是用来打人 还是用来给其他人看的 我想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取决于我想让这里的人看到什么 在他们眼里 我希望我是个讲道理的形象 有点高深 听不太懂 嗯,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我不讲道理 以后这里就没几个人 愿意讲道理了 所以哪怕杜基因那家伙 已经露出了马脚 证据没有坐实的时候 我也不愿率先翻脸 行吧 也就是说 这个颜茂会的会长 用了某种方法 控制了手下的成员 虽然他们平时变得积极向上 但这不是他们的自愿行为 是的 不惜用见不得光的手段 控制他们 也要让他们变得精神充沛 斗志昂扬 这没有任何好处 不过我相信 在今日的造访之后 有些人已经读懂了我的暗示 说不定晚些时候 就会有鱼乖乖的游进来 鱼?暗示? 先等到晚上吧 正好看守我们的调查 也需要一定时间 到时候来我的办公室找我 说清楚再走啊 真是的